10月24号 记者从省工商局召开的 全省推开证兆分离改革工作会议上了解到 我省将从11月10号起 全面推开证兆分离改革 允许从事一般性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 在获得相关许可证之前 办理营业执照 开展经营业务 目前全省各相关部门 正抓紧完善部门间数据信息的交换共享 为加强市中市后监管提供保障 对这个106项形状审批事项 制定具体的管理的措施和办法 因为有些审批事项取消了 备案了或者是简化了 但不是不管了 要在管理的理念上要转变 管理的制度上要创新 今年3月份 我省在三个自贸片区和17个国家级功能区 启动了改革试点 截至目前 全省共办理涉及证兆分离改革企业登记 8247件 实现发证与发照 有序衔接 持续推进照后减证 着力破解 半照容易半正难 准入不准赢等突出问题 有效发掘了经济潜力 激发了市场活力 本台报道 终于葢天